接下來我們就來看兩個基礎的範例 他說三個代電子點電量分別是正Q正Q正Q 那從無窮遠到讓他彼此相距低 那至少要做多少工 那我前面講過 那我們都是問最少做工多少 多沒有怎麼樣 沒有上限 你可以怎麼樣壓他 讓他速度非常的快 所以這個做工多沒有上限 我們要算的是做最少的工 那第二小題讓大家比較的是 三個代電子點 電量分別是QQQ 好那如果彼此相距低 那要讓彼此的距離變為二低 那至少要做多少工 那我們先來看第一個問題 從無窮遠讓他相距怎麼樣 相距低 那你可以發揮你的想像力 因為正Q正Q正Q 三個彼此是次力 所以你現在要把它怎麼樣 從無窮遠 好那移動到怎麼樣 移動到這個正三角形的時候 好你要怎麼樣 你要往中間壓他 你的力跟位移其實同方向 你要對他做怎麼樣 做正攻 那我們可以這樣講 你對他做工啊 你對他做工什麼能量會增加 各位 當初他們在無限遠的時候 位能多少 位能是零啊 那當他們距離是低的時候 他們已經有位能了 那你增加的位能從哪裡來 各位 我們前面講到能量的基本概念 能量分析 我們從頭到尾都要問一件事 你增加能量從哪裡來 減少能量跑去哪裡 各位 你從怎麼樣 從無窮遠 你把它往中間推 從無窮遠往中間推 原來沒有位能 可是後來有位能 你增加的位能應該是來自於外力做工 你增加的位能應該是來自於外力做工 好你位能增加多少 各位我們剛剛講 位能要算組 這邊的距離是低 所以這邊的位能多少 是低分之K QQ 這裡正Q正Q 低分之K QQ 而且這邊有一組位能 兩組位能 三組位能 我們前面講過 位能必須要建立在一個系統上面 位能不是你的位能 我的位能 是我們這個系統的位能 到底有多少 所以現在呢 總共有三組位能 那我後來有這麼多 我原來是零啊 我從零增加到這麼多啊 那就表示我增加的位能 其實是來自於怎麼樣 來自於這個外力做工 所以答案就這個 這個考大家怎麼樣 考大家基本能量的概念 只不過是把這個能量 換成怎麼樣 換成電位能 來接下來第二小題 那如果呢 原來距離是低 那要讓他彼此的距離 變為二低 要做多少功 來這個時候 發揮一點想像力 如果這裡是Q 這裡是Q 這裡是Q 我們剛剛講 三者彼此是什麼 次力 其實你只要把這三個 放開 他們自動就會怎麼樣 就會互次開來 如果你要讓他們 從一開始這個靜止狀態 那移動到二低 也要是怎麼樣 也要是這個靜止狀態的時候 這個時候手不需要把他往外拉 你反而要怎麼樣 要推他 為什麼 不要動太快 因為三個電位要互次啊 你本來就怎麼樣 互次移開啊 所以你手要怎麼樣 往中間推 然後你推 推他 你不要動太快 慢慢慢慢放手 慢慢放手 各位 你就推他慢慢慢慢放手 讓他到怎麼樣 到二低 所以現在這個力呢 其實往內 可是位移往外 所以現在其實怎麼樣 其實做復攻 因為力跟位移反方向 那其實做怎麼樣 做復攻 所以我們用怎麼樣 用後來的位能 叫做二低分之 KQQ有三組 各位 當他的距離是二低的時候 當他距離是二低的時候 好 他們一組是二低分之KQQ 三個有三組 扣掉原來呢 叫低分之KQQ 好 乘以3 那這個差額就是什麼 就是外力對他做了復攻 我用這個後來能量 去扣掉原來能量 好 那這就是什麼 這就是外力對他怎麼樣 對他做了攻 不過這個題目呢 我們剛剛講 那從一個比較直觀的看法來看 他確實也是做怎麼樣 做復攻 所以先讓大家熱勝一下 這個位能的公式呢 叫R分之KQQ 這裡注意喔 要帶正負 而且位能 我們剛剛講過 位能不是算個 這位能要算怎麼樣 算處 所以先這個培養 建立一點這個基礎 定位能的概念